第七届花蓮蓝亭大会全国赛 今天在花蓮献立体育馆隆重登场了 吸引全国的书法以及硬笔字爱好者起居一堂 共同来参与这场年度升会 现在学院表示 今年度的蓝亭大赛具有特别的意义 自0403大地震以来 花蓮历经了极大的挑战和困难 然而正如生命具有韧性 艺术也拥有疗愈人心的力量 这次比赛正是希望投过书法艺术 为大家带来新年的平衡美好的感受 希望这场比赛能为成为一个 年纪共鸣的时刻 让所有参赛者在数学当中 找到力量和安慰 今天6月22号在花蓮小巨蛋 我们办理第七届的 花蓮蓝亭大会全国赛 那第七年的办理 那今天呢总共有 864位的选手参与 那其中外县市的部分 也包含来自13县市 250位的选手一起共争胜举 我们希望透过 不管是传统书法 或者是硬笔书法的一个交流 大家能够呢 更加的一个深刻了解 我们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文化 那也期待借由这样子的一个竞赛呢 大家彼此能够 以致会有也共同的一个交流 互相成长 那当然也希望来自全国各县市的好朋友 也能够借着这个机会 来好好的体会花蓮的一个美好 为了推广和保存传统文化 欢欣赏不予一力 今年度宣传影片更是结合了 书法的动静 绿衣美以及花蓮的三台 日识等四大元素的美景 充分展示了花蓮蓝蓝蓝大色的意义 不仅是一场记忆的较量 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记得继续华师傅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